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教授及研究人员涵盖99位诺贝尔奖得主 全部列出来太长 以下只列出大约四分之一的得主 彼得·戴蒙德获得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1963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士学位 奥利弗·威廉姆森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55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士学位 阿达·约纳特获得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 197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 保罗·克鲁格曼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7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博士学位 埃克里·马斯金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前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乔治·斯姆特获得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66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双学士学位 数学和物理 1970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博士学位 安德鲁·法厄获得2006年诺贝尔生理学获医学奖 1983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博士学位 理查德·施罗克获得2005年诺贝尔化学奖 现任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政教授 罗伯特·约翰·奥曼获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55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纯数学博士学位 弗朗克·维尔切克获得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政教授 罗伯特·恩格尔获得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前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罗伯·霍维兹获得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获医学奖 1968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生物硕士学位 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生物系政教授 科菲·安南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 联合国秘书长1997到2006 1972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硕士学位 沃夫·冈·凯特利获得20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政教授 白瑞·夏普雷斯获得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 前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政教授 丹尼尔·麦克法登获得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前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政教授 罗伯特·蒙黛尔获得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56年毕业获得麻省理工经济学博士学位 崔奇获得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前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1968到1982年 约翰·弗布斯·纳什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前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教授 丁兆忠获得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政教授 理查·费曼获得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士学位